各位早上 歡迎收看今早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麗麗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一齊看看外面的氣溫 在今早早6點 各區氣溫普遍制約在26至29度之間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可以記得到 沿岸地區整體雲量不多 而且比較薄 所以去到日間都會見到不錯的陽光 我們就望遠一點 就見到在雷宋附近的低壓區 我們就預計這個低壓區會逐漸發展 在今日和明天就會向偏西方向移動 大致移向海南道一帶 受到東北國有風的影響下 這個低壓區的路徑是存在一些變數 天文台就會視乎東北國有風的強度 以及本地的風力變化 在今星期的中期 就考慮發出強烈季後風訊號 除非這個低壓區是顯著增強 或是採取一個較為接近廣東西部沿岸的路徑 現在的評估就是 屆時需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的訊號就較低了 回到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就是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的趙雨 日間會是炎熱 市區最高氣溫會上到32度左右 新界就再高一兩度 稍後局部地區會有些雷暴 風方面就會吹和緩的東北風 稍後會轉吹偏東風 離岸風勢是間中清靜的 今日都會有些趙雨 稍後會有些雷暴 所以大家如果今晚計劃外出上月的話 就記住帶著把傘比較穩陣 而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就預計明天即是中秋節的翌日 到時日間會是大致天晴和酷熱 風勢亦都比較大 隨後那一兩日亦都有幾陣的趙雨 今天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人月亮團圓